现在的年轻消费者对于车辆的选择是越来越挑剔了 当然了,车是用来开的 没有好的动力,没有好的安全性能 自然也是无法得到大家的认可 那我们今天挖到的宝藏就是 奇瑞旗下星图品牌的追风CDM 它是奇瑞2024年首款上市的插混车型 虽然说是来得有点晚 但是却是一辆没有里程焦力 而且动力充沛的车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整个前面的设计 追风CDM的前脸是做了一个全新的设计 矩针时的大灯造型设计的非常的抢眼 并且分布着四颗LED光源的大灯组 贯穿式的黑色的饰条是融为了一体 将整个前脸的视觉一下拉宽了 下面呢是它一个非常 我认为是非常时尚的一个设计 无边界格栅 内部呢是这种菱形的这种风格 同时呢它延伸的两边一个导风槽的设计 又增加了整体设量的运动感 同时呢也让车辆的辨识度增加了 我们来看一下车身的侧面 整个车身的侧面呢整体是非常有力量感的 它车身的腰线呢是从前轮眉处 一直贯穿到了整个尾灯的地方 而且呢全系呢是标配了 225 60 28的低风组的轮圈 而且呢还进行了蓝色的一个点缀 让整个车身呢看起来是运动感十足 整体的车长呢是4538毫米 车宽呢是1848毫米 高呢是1699毫米 轴距呢是2670毫米 它这个数据上呢是感觉比较紧凑一些 我们一起去车内来感受一下 来到车内的话 我呢是1米65的 女生的话我觉得坐起来的话 还可以不会太紧张的感觉 前面是两拳的感觉 车顶的空间呢也是一拳多的感觉 还可以女生的话 可能男生的话可能会稍微紧凑一些 前面呢是有空调的出风口 然后还有一个USB的接口 然后下面有一个小小的储物空间 它的下面的地台呢是几乎纯屏吧 有一个一点点的小小的凸起 还好 整个座椅呢也是非常舒服的 而且腿部的承托也是够的 而且中间还有一个小扶手 它整个车尾部分的设计呢 就比较的饱满了 贯穿式的尾灯呢 与前面车头处的设计呢 是相呼应的 在下面呢是一个方形的 双出的一个排气管 这样呢这衣服也展现了 整个车辆的运动感 前面的整个内饰呢 是主打一个时尚精致感 而且奇瑞这个理工男 还是很注重细节的 像我们扶手处 包括面板手处 都是进行了一些软质的包裹 包括这种橙色的亮色的点缀 还有这种银色镀银饰条的点缀 都让整车非常的有活力 而且方向盘呢 也是进行了一个这种平底式方向盘 我觉得这种 这种方向盘的感觉就比较运动 包括座椅呢 也是进行了一个舒适性的这种填充 腿部的承托也很好 包括侧面的包裹性都是不错的 它的空调的触控功能都被集中在中间这个触控的面板上 这样操作起来的话还是非常方便的 而且呢 全系是标配了24.6的环绕式的曲面屏 内阵呢 是蓝熊师智云的5.0的系统 并且呢 是采用了高通骁龙855的芯片 所以整体操作起来呢还是非常的流畅了 动力性能呀 是衡量一款混动SUV的重要标准之一 星途追风CDM呢 采用的是1.5T的混插专用的高效发动机 结合了两个电机 系统呢 可输出的综合功率是240千瓦 综合的扭矩呢 是545牛米 动力呢 会更加的充沛一些 同时呢 它还配备了行业首创的三星动力加三挡低实器的组合 可以实现9种模式的驱动以及11种档位的选择 换档呢 就会更加的平顺 操控呢 也会更加的精准一些 此外呢 它的电池呢 是3A里的电池 支持的是20年以上的使用 25分钟的时间呢 就可以补能30%到80% 高速可以快速的补能这样出门呢 让我们可以更加的有底气 当然了 它还配备了33千瓦的移动的外放电功能 这样的话 露营或是短出的旅游呢 就可以使用户外照明灯 或者是电磁炉啊 或者是烤箱啊 咖啡机等等一些常用的我们的家用的小电器 当然了 它最关键的是呢 还省油 纯电的续航呢 是80公里 综合的续航呢 超过了1000公里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再也不用频繁的来加油了 12.98万元起的起售价 而且呢 首任车主呢 整车终身质保 这也让追风CDM 不论是颜值还是产品力 都是很有竞争力的 而且呢 也极具性价比 当然了 这也满足了 当下年轻人既要还要的需求 那这样的高性价比的电魂SUV 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